新竹头前溪与凤山溪是新竹地区重要的母亲河 新竹县文化局就在了县史馆举办 《新鲜河水两河流域故事》主题展 展现了就地取材的打实技艺 毛泄泉装置艺术 还设计了互动的体验 让大小朋友都能有趣地来认识河川 摆动着手中的西鱼 西虾图卡 竹北市六家国小合唱团 唱着《鲜鲜河水》等客语歌谣 迎接两河流域故事主题展 在县史馆开幕 副县长陈建贤也回忆七小时后 西边玩水的美好时光 提醒河川对新竹人的重要性 米囊 我只要放在我们家后面的河 一个晚上那个螃蟹就一楼了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看不到 利用这个机会 如何让我们的河流 能够继续活下去 不要污染它 要保护它 这是很重要的 投钱溪与凤山溪 是新竹地区的母亲河 从雪山山脉和纳结山发源 沿途向西穿过高山 丘陵 台地与平原 两百多年来 鲜明打造水利建设来串流拓肯 种植的茶叶 柑橘与柿子 带动地方发展的风华 更留下丰富多元的景观生态 展览中也特别展示早期石碑 介绍鲜明义捐渡河的事迹 还有就地取材的打石技艺 并有仿造毛谢泉的装置艺术 呈现祖先捕鱼的巧思 希望大家能够邀请所有的小朋友 一起透过故事性的方式 来了解我们投钱溪跟凤山溪 从它的由来跟源头 一直到目前 现在所呈现的一个现况 增加全年龄的互动体验 两河流域的故事主题展 还设计趣味钓鱼 骰子大富翁 平板小测验等游戏 持续到明年9月30 都能到现实馆 透过绘本班的同趣视觉 感受在地的河川风情